接着上回继续开着一战法卧斯巴德战斗机挑战第二周 这次辅充也是有点晚 速度没跟上来 挺过机枪飞机已经大面移损坏了 对我炸弹 爽啊 挺重要我的小飞机 哎呀 应该是榴弹碎片打爆了飞机吧 提升一下燃料 继续来挑战 有人留言说我这飞机轮子怎么不收起来 我只能说一战时候飞机还没那么高级呢 至于这架斯巴德战斗机 我觉得它在160千米米小时的时候 再抬上飞机头 起飞会比较流畅一点 等将子弹飞来的时候 开始俯冲 提升飞机的速度 不过这位也是有点晚 速度不够 子弹全被飞机吃了 希望能挺住 完了 高手炮已经预判咱们飞行高度了 其佬亚被摧毁了 咋回事 飞机好像没动力了 好像是机翼被打坏了 就算搁了屁 也要拉俩高手炮的垫背了 毕竟咱们摧毁敌人越多 走到金币也越多 飞机总是不扛走 所以就来升级亚油箱的护甲 还有这个飞机的机身护甲 利用重力加速 为了能够高速飞过高手炮群 只有300以上的速度 一般炮弹都能躲过去 武器被榴弹碎片打坏了 不慌 反正咱们一般也不怎么打人 先利用飞机引擎加速 虽然会多消耗一些燃油 但保命要紧 被探照灯罩着 那些子弹就像你长的眼睛 前面还有高手炮呢 开始继续俯充加速 希望能安全躲过去 最后边就太平多了 就这样小心零星的黑枪就行了 丢了一个25000个炸弹 但刚才那坦克就是个摆设 不算敌方的军事设备 前面还有个山坡呢 不许省油 有压低的油门 但显然还是不够啊 燃力要耗尽呢 如果油能再多一点 估计能完成第二座的飞行任务了 再来飞一次 枪造子弹就开始低头冲刺 这飞机下面的护甲受了点小伤 刚刚的炸弹扔得爽 这么低的高度 躲过炮弹全靠运气 然后开始点击机主编的引擎加速 并且抬升飞机的高度 为躲过最后一波高烧炮做准备 OK开始俯冲 加速 这波就很顺利啊 燃料也还够 这小兵的黑箱真的黑啊 引擎直接损坏了 飞过高上的时候 我开始拉低油门 降低飞行速度和高度 为降落提前做准备 并且这游戏降落也是最难的一步啊 一表现就有可能击毁人亡 下落过程中 我怕突然下坠 所以就加一点油 慢慢落下来刚好 刹车关油门 真不出哎 但是第三周敌方火力也太猛了吧 这是让人玩的吗